DHC-4 驯鹿 这款航空史上的传奇机型 现已进驻微软模拟飞行 由Orbix工作室打造 售价15美元的它究竟质量如何 本期视频就是大波湖的上手体验 以及初步印象和剪屏 那么现在请从后仓文登机 DHC-4 驯鹿 是由德哈维兰加拿大公司研制 1958年首飞成功 具有短距起降能力的军用运输机 配有双发活塞螺旋桨发动机 性能卓越 在冷战时期的诸多战场上 都可见它的身影 微软模拟飞行中的这款驯鹿 是由澳大利亚工作室Orbix打造 随新西兰世界更新同时 以微软官方系列 当地传奇第八弹为名 进入游戏内饰场 售价15美元 制作飞机其实并不是Orbix的强项 但这款驯鹿的质量可谓是惊喜啊 飞机模型和内饰都很精致 音效也不错 后舱门可以自由控制 甚至还有部分段路器是可用的 飞行操控方面突出一个蚊子 非常的扎实 在这纯传统仪表的驾驶舱里 也嵌入了一台GNS430 可以实现简单的自动驾驶和导航 不过天窗无法打开 舱内灯光也不能完整的控制 算是小小的遗憾吧 总的来说15美元的价格是相当值的 还请注意 以上评价是基于大波胡 我的简短的上手体验 并不是完整的评测 也欢迎各位飞友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波胡初次上手DHC4 驯鹿的游戏实况 哦对了 下一款官方赞助的飞机是安登诺夫安R25 届时大波胡也会购买体验 欢迎关注频道 第一时间了解这款巨瘦的质量 小财 你喜欢钟表店吗 喜欢呀 有什么推荐的钟表店 先出了一架飞机官方的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你动杆的说这个声音 我操 有啊 这后面能开 里面 里面这个内饰 真棒 哎呀 这个感恩 原来对驾驶舱是这样的 老猴来跟皮肤分享 他们的走线太简单了 就这点线 对啊 你看这驾驶车 电源线 跳灯线 然后各种各样的USB外接线 PTT就就OK了走楼踩楼梯上 这个内饰可以啊 可以啊 这内饰 非常有一股钟表店的味 哦 味太正了 你看这种表店 你看这个 没有航电 不存在的 航电什么 我不知道 这还是 我这就是那个公交车的 那个把手的油门台 对啊 DHC的呀 DHC的呀 你还别说这个机模 那模型做的还不错的 模型做的很好 据说有些转动器能点 我看看你那些可以点 这有一些可以点 哪个牌子做的 OBX做的 OBX做的 OBX 就那个长得像那个大黄蜂一样的那个东西 就干地井的那个东西 好我看老胡的评文分享 等会儿 这玩一个军事运输机 他就是军事运输机 这是军事 他的那个最最原始的用途 最原始的用途就是军用运输机 什么游戏这是微软模拟飞行 我看看价格操 看看价格操 冲下视觉 这个锅表电绝对OK的 所以我问你小财 你喜不喜欢猪表电 我说这是纯的 老胡你那个只有700 72015灯的 对我为了影响我自己 他的航电是430 他没有 有下面 OBX真有一个 他真有一个 他已经不纯了 这是对你的最大仁慈 是不是 这个飞机有加名430之后 会让这个飞机变得更难 为什么 因为你能飞RNive 一本来就飞个台就完事了 现在又多一个RNive 拿传统仪表去飞RNive 然后信息员从GPS走 很不很 这飞机咋用啊 咋启动啊 卡出E啊 卡出E啊 咱试试 这后看检查单全部全啊 检查单是全的 要不这样 咱每个表咱翻一遍 行吧 咱看 我想看看每个表都是什么 我想 我想 我先看后面怎么开 我非常怀疑 咱不能看懂这玩意 不单词都差不多 看看不懂也没办法 就这么回事 后面好像是用电开的 WalkingTitle的航电 给老飞机注入了新动力 对吧 确实 给老飞机注入新大便 这内饰做的真是好 对 这机模做的 Obex做的都还不错的 细节很抠 那个是床吗 这是运输机啊 上下 上三铺 上这床啊 这个版本看来是运兵用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单价 有可能 感觉像医疗机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倾效于医疗一点 你看这 这是绷带吗 这不是旁边这些是运兵用的 这是运兵的 就是给这个跳伞那种 伞兵做的 感觉这样的话 好像很省空间 我好像 这背景的跳伞 你把后窗门一开 他不跳下了吗 后窗门再开 亚南大狗 牛匠兵 华操 黄色的是什么 我觉得 这还是叫加拿大自保 比一个天天 老胡 一个表 一个表 看看 一个表 一个表 看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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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踏板打不开 差评 这不狗洞吗 啊 狗洞 还行 这个基本的仪表 没问题 你把这个拖鱼拔一下 你看能不能拔 哪个 这个方向盘 能给他隐藏一下不 能能能 拔一下 对 海的右侧 可以 海的右侧肯定可以 对 但是 他点哪儿海的右侧 他右侧是边 这这这这这 这手轮 这手门 他还有增压 正常的 他有增压了 他有氧气增压系统 我操 你要跳伞肯定要增压 看看 太高级了 中间六块表 不用看了 下面三块表 也不用看了 然后中间 你看自己看中间这块 自贷仪 他会 因为你没有电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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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就回去了 因为你没有电 我操 然后上面那个钟 还会走呢 你看那个钟 哎 那钟肯定会走啊 我操 现在是九点十五分 这 这 这 就是 中奖店里 没有 我调的时间 我调的时间 哎 老胡调个时间 他的钟会变过去了 会啊 他 而我这么看的好像是啊 对吧 对吧 你看吧 我给你说九点十五分 挺好 挺好 调二十二点三十一分 等会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Snow fast 这干嘛呢 看看东尔 shout field approach speed approach speed flap sporting 这是不是紧凤衣指示啊 对 放放凤衣的指示 就你要用多少度机翼 就看这个 那么成 对的 应该就是这个 完全 那这也太原始了 那么 真的好原始 你知道这多原始吗 越战的时候 这个是主力军 东尔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要低速是多少简易 高速多少简易 有可能 看那个指针 如果只带发自带 你就选择多少 然后Snow你就应该用机器当简易 是这意思吗 有可能是 对啊 飞起来以后才知道 麦子咱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中间的表 这个从中间这开始看燃油 两个是燃油量不用管了 往下 这个是DHC4 这是可用燃 Useful可用燃油不用管 下一个是燃油控制 有梦吗 postpump 不一定是 这个 加利梦 这个DSC6 又有这个 右面 双 左右 DHC4和DHC6 没差几年 对 实话 这个 机械版 燃油 实话 燃油选项 机械版 DHC6很像 嗯 防兵 出防兵不用看了 再看看右面 呃 第一个表 第一个是推力 啊 推力看到了 啊 推力 这个是 这是 这是 客舱空气 这是温度 温度 对 温控 这个 不是开柄 不是开柄 气压吧 这是 carburator 哦 哦 开柄 这是气压吧 有意思 不是 这是气缸的什么 气缸 气缸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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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滑油温 油温 油温没问题 再往中间走 经济压力 manufacture pressure 油温 用的那个RTM 转速 转速 下面是有滑油压力 右边是对称的 完全对称 哦 这两个 那个 这这两个表不对称 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 这两个活塞飞机里 都有这两个 man和RPM 他这架还真是活塞的 对 你不写man的都是活塞 然后这玩意儿还能 还能 你想它能飞多高 一个活塞能飞多高 还有一个氧气 你想想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多猛 我操得 右边上面两个表是 电直流电 嗯 对 然后下面是交流电 一个inverter 逆变气和进天流移 40度进一是80节 它能飞 它能飞多慢 它接近速度80就能飞出来 这玩意儿 我看有人说是60节 它都不带吃速的 那它说明性能是不错 没有V 然后再往右看看 你看 都下面有个trop 这个还真不知道什么东西 trop trop是那个是冰啊 啊 跳伞是吧 对 跳伞键 这是那个 跳伞那些灯什么的 在这孔 看看电的按钮在哪 然后咱就能启动 这架飞机了 电的按钮在哪 哦 最下面一排 咱再找找 直接直接问 你要直接问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在前期的时候 记忆力不够强 battery switch 问差次级 对 就这一列 咱你可以看 从随便走 花游左 花游右 然后呢 通风门 然后主启动 找到了 主启动 然后这电池 电瓶 OK 电瓶 启动 这是不能用 这个是点火 这是不能用 还行 好 prime prime 应该也是主共游的这个东西 启动 左发右发 prime 应该是先prime 然后再start 对吧 对 它这个启动 还算已经半自动化了 不错 不错 再往右 这是什么东西 液压 液压泵 但是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不管 液压泵 不能管 这是 wind screen 封挡 对 控制不了 雨刷 加热 不用管 右面 起楼架 测试 但是起楼架 在哪 控制 有没有可能 这飞机不能收轮 那做这个干嘛 能 可以收 肯定可以收 要没有的话 不用收test 那就可一般的 长得像轮一样东西 除非看看顶板 和底下 有没有 有个手柄 在顶板吧 顶板 果然 你看顶板 有个长得像轮一样东西 看不见 在右面 Landing gear Landing gear 哇塞 一看就非常的 这个DHC 就是DHC 什么都在上面 不是 再往下 继续 咱们继续看看 都快看完了 继续快看完了 没啥东西吗 这是什么 P4 啊 不对 是灯 J3 J402都是灯 PILOT 什么 是人工和方 啊 调灯 对 这四个全灯 亮灯 那并管 再往右 这些也是灯 这些也是灯 这五个全灯 灯 并管 并管 接近往右 这边都是附架的 ARM什么 氧气 并管 然后上面 有腰杆 叫Rudder 并管 这个控制不了 不用管 就去看看底板 底板没有 就看顶板 哦 底板也有挺多东西 这些都控制无线电啥的吧 导航用的东西 导航无线电在这控制 看顶板 看顶板 这有两纸写的啥 看顶板 这频率 频率 这是每个机场的一些频率 没事 咱不用这个东西 我这东西看着好原始 我走 看看顶 顶上是油门控制干嘛 顶上看看什么东西 这是DHC的 所以油门控制在顶 一会看看 上面 逐路灯 不用管 滑行灯 什么点火在上面 点火 这是磁电机 磁电机 这又买个红的什么东西 这是建议 好 行 大约应该知道怎么启动了 来这样 先启动主电瓶 我看 这彩虹 怎么回事 先启动主电瓶 我看看后面这堆 有啥可能需要 后面看一看 一样咱一个一个看 没事 咱一个一个看 这些是断斗器的 这些 这哪些能点的 断路器我觉得 只是我知道它能点就完了 然后我觉得这块是需要注意 这块肯定得需要看一看 涛离灯 no smoking 寄安全带 这个应该是开后门 用这个开 洪三门 有个Ramp Ramp是机瓶 一个机瓶的什么东西 不不不不 这个我知道 他们那个 首先说过 这个是 它那个后门有两档 后门那个开 是有两档的 那个开 然后用这个来控制 你到底开到哪一档上去 好 我感觉这飞机已经能启动了 没问题了 你把电瓶接上 你试一下吧 后门打开 Master先打开 打开 已经打开了 是Master吗 对 OK 什么航电按钮 应该它都是没有这个按钮 那就是 航电已经启动了 OK 没问题 煮油 等会儿 我先看看后门的能不能打开 嗯 那个Ramp 对 那个混合笔收一点 比如说混合笔到一半 好 开了 开了 我操你靠 只靠电去控制 一会儿没电了 是吧 没电了 对 没电了 很活 很活 有可能上面说 这可能只能使用一次 我上下两个门是独立控制的 这意思是 没事 没事 混合笔一半 没事 我先帮 OK 同志抱我回来了 OK 你们还在飞吗 我看到你还在飞 对 对 那边动画也同步 做得真不错 通常是不是只开上半 你只开上半 人怎么下来 人不够高 不够吗 不可能够 他 不是 这个客套就会说到顶了 应该是够的 不不不 我觉得空中是啥 空中是空中只开上面 下面不开 对 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空中只开上面 下面不下不动 那么 因为我开这个高度完全够 对 我觉得这飞机启动引擎 应该挺帅的 这两个排气管 咱咱就正常启动 发动 主业门 电门已经开了 是吧 对 还有什么东西 master start 打开 APU 应该先不是在开master start 是 它有APU吗 没有 这哪有APU 这飞机大线也不会有 比如说咱咱先启动左发 好吧 先开 先先 先一发 好 等会儿 先master还是得打开 我感觉 我猜 哦对 套磁电机 套磁电机 对啊 没问题 然后prime 还不打开 你说不行 先检查一下燃油住没住 我的意思就是燃油油箱选择 有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的话 它就 有 这个starter和primer是可以选的 稍冷稍冷 花油左 然后平板的话 你把那个 混合笔 输到一半 混合笔 这个是mixter 一半的那只 然后上面那个磁电机 ignition 你再再调一下 磁电机 能不能打开 磁电机最后再开吧 应该 不是吧 没有magnetal 打开试试吧 不行 在这关 magnetal 上面是击挡 写的啥 应该是关左右和霜 关左右霜 那就 行 那左霜不没事 霜没问题 可以 可以 注意 然后primer 5秒左右 5秒左右 4 5 回 起动 OK 起来了 本的一匹 这个人他要死了 那不至于 慢车呢 现在 等会儿我试试 我推右门怎么样 你看一下参数 那个面板 有反 有反 看下面板 翘 怎么样 启动之后 混合笔推到最前 说了一下 我的意思最大 最大 你要推拉反了 就收了 就一样 一样 左门 他有反推吗 然后 右发 右发 右反推 我扯 右臂 右右发 其实这个是反讲 右反讲 右反讲 完全可以控制 没有问题 OK 没问题 那这样 启动二发 发油 右发 然后顶板的自电机 BOSS OK 没问题 还是右侧 助油5秒 启动 然后 合合笔推到最大 恭喜你 一个非标准的启动 就启动完毕点 至少他能用了 反正活塞都这套路 就是这样 你Magneto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你Magneto 你不点还的话 你 但是 其他的活塞小飞机 是用Magneto去点火 对 它Magneto 是点燃油的 所以说 那个很重要 它那个比 那个什么 那个自电机 比那个什么都重要 比那个发电那玩儿 有用多了 灯啥呢 我先不管 我先走再说 这个杆 这是防兵 紧易 紧易拉到一个起飞岛 我先看看拉满是啥样 反正现在 发电机它是有开关吗 还是怎么样 信息吧 还要到尾门关的 那货三 我先看 它发电机又没有什么开关之类的 你说什么 它又没有发电机独立开关 我再讲这个问题 有啊 Master 这个现在亮的是啥 发电机警报 直流电 直流电 DC off 直流电没开是吧 对 我就是想有个这个问题 对对对 因为直流电 直流电 可能跟航电有吧 能发动机是一点关系 发动机转一下 这能自动驾驶 什么意思是 我操 Free啥意思 自由飞翔 现在是耐用模式吗 还有IOS IOS肯定有 这个一看就是后面现代化改装过的 应该有这玩意儿了 这是现代化改装 对 看这个按键 这个这个堂上写着DH 好帅啊 还课着字呢 这哈贝兰 恭喜你启动完毕了 我把后面先关上了 他说了启动最大30秒 怎么样 这种一步一步启动的感觉 我感觉还是挺爽的 这种对于这种钟表电 一步一步启动还是很慌 我后面等 关不上了 我今天用那个V2 分了一下这个 这么乖 这个标牌 这个标牌在V2里面很挡视线 要关掉的到时候要 屏幕可以 那个V2相当挡视线 他这个挡完呢给你 问一下大沃铺 这是什么 好不用问了 不知道问是什么飞机 DHC4 今天就刚刚上架的 我讲我这个东西有年代啊 官方 还是会接受多少钱 15美元 至少从内饰和这些暗条来说 15美元看着还挺值得 还挺值得 它已经多了 这比那壳怎么好多了 我看看静怡怎么样 静怡拉板之后什么样啊 不过他静怡 他这么意思吗 两边不一样 对 它的前后段分前后段 对 我说 这静怡90度吧 我说 这静怡几乎 所以说它不会失速呀 所以它不会失速呀 后面还会圆的给挡 还继续挡着什么 我走 你已经叫什么 我讲我讲一吹锦一 这是活塞的 活塞 上面的管子是 排气管 你看贴图这个做的 就是排气 黑的阴影的做出 R25是下周上 还没上 下周一 亮子哥注意下高 我还没到下高点 这飞机能飞到180节吗 散叉了飞吧 你看它有208的 那你飞一个 208应该是上线吧 这一次 我强烈建议老虎飞一个看看 我正好想试一下 它晚上怎么样 我们就看个 我刚刚想说 它晚上灯光是怎么样的 那你直接拉反响 倒车倒车 然后调个头去那啥 这是手电筒 它肯定有红灯 肯定是有红灯 肯定有红灯 军用机肯定有红灯 刚才没想到 还不错呀 对 我操这氛围感 挺爽的 挺爽的 但是缺个红灯 不对啊 这缺个红灯啊 红灯拿从后面开 啊 红灯指的是头灯吗 红灯是军用机专用的那种 类似于夜市 夜市用的那个高 肯定有红灯 它不可能没有 肯定有的 灯 不是不在这里 这这这这这 这是后面 这是客舱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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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吗 但不知道那啥灯 这是红光照明 对 这个其实是 肯定是在另外的灯光选项上面 是不是在那儿 就刚才那个灯的右边 还不是还有拍灯吗 灯的旋钮 灯的旋钮旁边 对 这些都是外部灯光 这个不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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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点 啊 就这点灯光 顶板还有灯 顶板还有灯 我觉得不不大对吧 顶板还有灯 但那个顶板是外部灯光 我记得他们演示的时候 这家飞机是有红光的 对 我见过的 顶板有灯 这是起坐架灯 这是滑行灯 全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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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全开了 这些全开了 插屏 没有红灯光 插屏 肯定有 肯定有的肯定有 军用机绝对有红灯 演示上也有 所以你自己上按那个 键盘上的L键 他把手灯光开看一下 我就感觉这里全高压线 好可怕 我一定要按了L 这是最 这儿还有一个灯 够了 这些东西够了 那为什么他还有个挡板 这个挡板 这个挡板是 可以调角度还是干嘛 啊 护盖 这个护盖 他为了什么护的 这个是 这个是 应该这个是红灯 难道 应该是 那应该是 但只有开个观点的状态 就是NVC就是导航的 导航的话 看地图啥应该就红的 我记得演示的时候看到是有红灯 对呀 那就差评 我可以说差评吗 可能还是我们 可能还是我们没找到 可能还是我们没找到 那个西法西法西法 那这样 你把西法按钮全按 你能把你的剑刀按钮全按 是不是 这些是先不管 没事 你挺好 他这个机械ECOM 被我给我看震惊了 在哪 全开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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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吗 这有脚材桌的机械一看 下面有个boots 什么东西 再看一看 boots 在下面 boots 这是那个 机械出兵 哦 机械出兵 就是左右油箱 同时 那个 什么左右油箱 什么东西 这机械出兵序吗 boots 哦 那就 哎 你看这个顺奖多好 顺奖你得安安安点 那顺奖 几个飞 我看外面外部的光啥样 说实话 就这个 就这个野生性 作为军机 一点问题没有 啥也看不见 去黑 挑战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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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对现在这个肯定不对 一个是南一个是北的 可是不可能对的 不是你现在肯定以上面那个位置 no gps position 还没做啊 gps开不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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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 拿到了 拿到了 我现在的航向 我记得这个上面 我能看到现在我好像多少 去找那个磁罗盘 磁罗盘是多少度 你现在就多少度的大约 对我想看他不更准吗 啊 这个能有磁罗盘准吗 那可是大自然的盔子 那表示磁罗盘在哪 在中间 正南 正南 ok 那你现在下面是多少 把这个开 不是 左边这个cdi就是手动调的 暂度所谓 就是这个 这个是低分移 对 他是对的 他对就行 那你开定bug 哦 这个是胶主 对 就是正南 好 直接往前开 算了 我觉得可以反推 可以反推走 反推是 我先看一下我跑道在哪 反推怎么走 好像这就是跑道 这个一个草地 那从前面转弯 我要往南走 咱就从前面走 咱不用到处 我已经用反推了 看什么结果 不是 我怕你那个 那个顺奖 他没有反推 一个作用 他在反奖 RPM在 在 那是反警状态 刹车松了吗 松了已经 反奖不动 推不动 但是踩一下刹车 怎么RPM起来了 在引擎推杆 前面还有一个推杆 是啥呀 防止你 防止你 推力过猛 啊 Lock 不是 这不是阵风锁吗 对 阵风锁 就是防止风吹 冬了 跟他说说对不起 还说他对不起 人都变成死罐了 没事 他还活着 不是 说对不起 该说还得说 那结果怎么样 那是之后的事 然后你看中间那个盘 动没动啊 应该动了吧 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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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是手动条 那个CBUR 是连没拆塞的 太大了 我要往南走 完蛋了呀 各位 啊什么完蛋了 我油只有汽口可能不够了呀 方向盘上有油 提前下高 我们再看一看 要看华阳 这时候不能下 保持高度很重要 万一这没有还飘一 好像也是 这啥 下了高就没有回头路了 你看了多少油啊 怎么才 这是配屏 但这都不能点 不让我点 应该是够的 但是我配就够了 配屏 这是配屏 但是这是不让我点 但是我这儿还有自己控制的 问题不大 那那就直接够吧 好吧 垃圾的 中刹车 垃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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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我的天 这游戏就这么卡吗 还是 是 你看 太平衡 很像 老鼠 真 来 到快速了 来 到快速了 好稳啊 一挤一拳肯定稳 但是说实话 对于这种大拉力的飞机 因为那个螺旋桨的墙面 对吧 它那个区域直接撤到地上了 就是说 它不足够能转好 就是 那个喷气飞机 它那个气儿直接就往后补了 嗯 对 这航电是430 这是对你的馈赠 330是真不错 行驿可以收了 已经收了 OK 低头 增速 这速度表不会看 哎呦呦呦 我都知道这 左边是速度 我说这 知道现在是占多少 现在70 对 然后最右边 不对 刚才是2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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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刚才是120 哇 天 20级你飞的是风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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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以吧 新兴 20级风筝还真好 30级 这飞机收拈子 你看这钢蓝你们看到了吗 十分钟 有它钢蓝 特别细的钢蓝 摔寺都可以 我一声 前面来写的是什么 Emergency什么 这应该超酷,但我控制不了的 Emergency Breaks 把玻璃干碎 BREAK,就是抢车刹车 等会儿,现在什么风,为什么把我往右边吹 很强的一股右边来的侧 这就是,我就需要你的CDI 配屏劲不是特别大,能感觉出的 我走前面的云,走进去看看 走得对 这个云你怎么怎么感觉好假 不假啊,这就叫不凡 对,新西兰,这是新西兰 来,偷感 现在就是偷感 可以 现在是150节 就是空感 空感 我马上要降落了 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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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哈喽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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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玩意都不用找,都不用找跑道 找地儿就能落下去 对,真是 那轮烧了吗 烧了一下 放了个轮看看是大速度 看到跑得多浪 还是放轮 放轮 这啥呀 第一是C4 哦 那是 又到天里的 对 哎 速度开始降了 对吧 吓我一跳 我以为R225出来了呢 啊 R225 吓我一跳 能量损耗确实大了一些 少了一点 还吓我一跳 大约多少 平飞 关键现在这个风有点不大稳 平飞大约多少 我再把它收回 收回来之后能量力克上来 咱别躲呀 再进去 我都也带过这些某种趣意的 啊 没事 没看我现在在努力的和风 和风在做斗争 锅里会不会有像Phoenix一样有低效果 看一下 就一会进去就知道了 现在就是VMC了 老胡这个是一把那个叫什么测感模拟冲了这个钢索的效果 我操你这个 我操这个 有有效果 脚红摸墊上是有效果 顶板就是头顶 那个有没有 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 可以有 那这么不错 全景天窗 那可以 那大全景是吧 大全景啊 上面那窗户能打什么 这是头最大 全面刷孔能驾驶后还是啥 对 在现实生活中我见过一个照片 是驾驶员从上面站起来 窗户的天风打开 驾驶员可以站在上面 就是速度150级 然后脑袋伸出去站着 你让他现在伸出去洗个脸 这里的风真是看这个仪表就知道 这里风有点不扯点扯 你可以看看脸 你可以看看风 我怎么看风 430好像技术好 430没有那功能 TRACK没有 TRACK是 TRACK是有TRK 对但是它不能直接看 直接不能看风向 那没事 TRK呢 TRACK129 OK 你好像多少 我认识 小小绿的注意好像多少 100 这是122组 122组 我问那你那你就是这么黑啊 就是把你的 你的技术一模一样 你看你航级跟航线差多少 然后那个次数乘2组 我再想它那个红灯和绿灯会不会在驾驶员侧面 会不会在驾驶员脑里 不会的 这东西 军用的话这个小拨杆是啥呢侧面 看看 那个是 直速巾包测试 下面我说摇杆 这个侧面侧面 左边 再下面 点不了 再下面 没有 圆的滚轮上面 点不了 点不了 那滚轮应该是转弯吧 那是转弯的 对应该是转前轮转弯的 我这个侧边的玻璃效果不错 这个侧窗能开吗 应该可以吧 上面有个表是干嘛的 温度 FREE AIR 温度 外接到 合着车 想合着 我在想那个侧窗能不能开 我能开门应该 那侧窗可能 对 这里后面还有这么多开关 温度控制 靠个这个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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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热 这个黄色弯钮应该是开天窗的 但是控制不了 这个是操作不了 就是讨生窗 可以 不是他那个侧外接大气温 直接就搞一个温度表 安飞机外面给你侧了什么 然后玻璃给你弄透明 然后这表表就直接看着呢 对准备的外接大气温 我看看附近哪有可以降落的地方 就有秋灵 黄色的肯定 前面不就有一个G套吗 NZRO 前面全是黄的 正前方不就有 我觉得下边这个 南边这个 这个地方就多了 实话 注意下降绿 看老门这游戏的 第一人和准心怎么关闭 准心 准心 你动一下鼠标就行 准心 我怎么只有在敲战游戏在听过准心 对 你如果用手柄控制的话 会留个准心在屏幕上 哦 一圈 没点儿 对 你动一下鼠标都可以 这一栏 这一栏 这匀 有点儿不好 咱现在去哪个游戏 南边那个 偷杆下高 南边那个 偷杆下高可爱心啊 真好 这玩意儿应该能吧 我觉得 可以 军用镜头可以偷杆下高 可以啊 看你是不是自带下了 你下太狠了 没东西 你找越南的时候的一些视频 能看见这东西直接浮冲降落的 对啊 那都直接阿富汗斯落地啊 对啊 这玩儿真能力 这飞机还真能玩阿富汗斯多路 因为是高略义的 速度倒是真不快 也就155G 但它拉得很难 我感觉这飞机不难开啊 很稳的 这飞机很好开的呀 它刚锁的呀 这种飞机都好开 就是最纯粹的气力 但是你要真开的话也是线身房 因为你要硬风的话 你只能靠劲儿 可以打配瓶呀 它是有个垂直配瓶 没有水平配瓶 我看你不停地在拉杆的话 你可以把配瓶的 这风是乱的 我一直打完之后 就回来了 我怎么 你想想 你看看这个杆是这么粗壮 应该不会特别沉 这个筋膜15刀是吧 对 我刚才说它没有水平唯一 没有垂直唯一配瓶 等于来鼓侧风你就只能靠劲儿了 哦 它没有腰单身的吧 对对对 来鼓侧风就只能靠劲儿了 没办法 不是 你的脚就是腰单身的 说得好 还自在检查单子 我当你有autopilot 那autopilot肯定是后驾的 原本的定位 我知道有autopilot东西怎么可能有腰单身 对 我想去那个地方 快点 直接航向六十 赛斯档310好像就没有有dumper 没有 对 我跟你说 这种飞机 凡是带一点军用 带一点军用色彩的 操作性能肯定要比民用的好 它追求的就是机动 它追求的就是机动 它追求的就是机动性 你要快速快速进进快速撤离啊 这东西 而且它本身是作为艺术技肯定要稳的 这玩意最大的多少度平倍 试试吧 这是五度平倍的 试试一下 我觉得它的最大坡度有多 我说它这个右颗特别灵敏 不要掉高到高度 然后坡度四处 高度别掉 好像能收轮是吧 能 能 能受呢 右颗特别灵敏 灵敏的不可思议 六十咱就别试了 就是四处 那时候没问题 就半圈这里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这飞机绝对没问题 非常稳 速度也不在调的 没问题 速度高度 你看那个头楼就知道 让右转转一小时 快速摆回来的 对对对 迅速到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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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过 有点过 没准感觉有点过 没准说一个单发 失效 飞机就翻了 我觉得这飞机如果单发失效的话 我觉得这时候看起来是哪边失效 是吧 反而难控制的 不是 这多少组坡多 我怎么感觉都六十 六十五的还有 七十都有 四十五肯定是有 不是 你那个中间不有个四楼盘 不是 对 但是你看不出数来 我这意思 你这一看就三分之二了 不 对 速度是在掉 但是 掉的不是特别快 同样的这飞行的真好 行行行 再反过来转一转 老公的直播掉了 我没掉 我还看着呢 屏幕分享有 屏幕分享有 我这还看着我直播呢 没拉来 下刀 没在刷不出来 我这还看着呢 我听好了 扎一下就好了 你看这飞机 躲个雷暴也是一瞬间就要多 算不出来 算了 我看屏幕分享一样 好飞机 哎呀 你慢慢飞 我先溜一下 你买一家 真真 你买一家 我这电脑都没到的 你还来吗 我不来了 我今天有事 我一看窗外这个角度 就不大对 真真 有现在经典的招跑道 应该在我左手边 看见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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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下高了 我还没到下高 马上下高 我已经在4000英尺了 我欠在你们后面 你下得太早了 下太早了 没有 他那个应该是VLive出问题了 他告诉我2step ahead 就下到后面太陡 然后我就开始机械下了 然后下来发现 再考虑要不要把已经端了下 真的 Felix这个VLive 我觉得多少有点问题 应该够了吧 960不到一吨 他已经看到了 可以了 你全程反正最大碰面下吧 我先查一下机翼速度 105就开开机 反正我的油很够 我只能说 我现在用点一半的油 甚至跟我再飞回去 测滑 今天测滑 这个飞机测滑 他说很有效的跟你讲 你看速度 你看速度 一会一滑人都没了 比如说掉到半盘了 为什么这一点测滑的姿态都没有了 有啊 拉着杆呢 有吗 我没想拉着杆呢 我这个 对啊 我没谁你看到 金一 哦 看到了 现在扣速多少钱 90吗 对已经一百以下了 嗯 我的目的时间到镜头一百以下 然后开金一 自从学会要测滑之后 刹飞机激进是不是太大了 不管测滑 对 对 测滑一下 测滑消耗 刚才我是测滑减速 可以310能测滑 可以的 肯定可以啊 你只要是飞机 只要是飞机你就可以 对吧 乘客都无法乱掉了 那是 只飞机也可以测滑 那就不给你管了 是吧 像是测滑减速哪有同轨减速效果好 对对啊 投诉论航式的事情 关我飞机应该怎么说 这静意识的看着太 哎呦 我操 那这个飞机的尾 对 起座架 这个飞机的尾巴 那里真的太模型了 关键它后面能开呀 对吧 在前面这么粗 后面那么细 还往上仰 对 是 它设计这么设计 这边的后面能开呀 对吧 跳撒 跳撒 这低速是真稳 我操 然后我怎么说试一下C117啊 稳的话建议来个25节左右的侧风 但是现在明显我感觉是侧风挺大的 飞机是急着在晃 但是确实稳 25节侧风变化时间左右 OK OK 配屏好像有点高了 好想打一下 这一会儿 不想死都在 它这个配屏 配屏的反应不是特别快 或者说配屏不是 不像一些 像塞斯娜310 一配屏立刻就上去 310我老是打过头的配屏 现在是不到60节的速度 现在是不到60节的速度 没得现在 就现在点一下那个水桨 你想制造这个尼泊尔空弹是吧 有 实时速警报 上 store 应该再关注一下发动机 发台湾无形列车 我觉得等下加点 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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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不够了 不是高度有点低 高度也低了 对 没事没事 现在先带过 现在可以 本机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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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偏锁 其实够长 略偏锁 还是略偏锁 把它绑过来才行 说实话 这下飞机不太好绑 有这个问题 它尾舵 踩舵 踩舵吧 踩舵我得在地上再踩 这个高度踩舵有点危险 是的 机电压不下去 被风吹起来了 很明显的感觉 被风吹起来了 直接断油了 往上点下去 快机到海豚跳 Long landing Long landing 有些触地的 它的车架很长 它的车架很长 非常有重量感的声音 这飞机如果着地就 碰地就碰地就碰地 就不管了 这个感觉 过载114514级 OPEX做的这个机模 精度还是可以的 看这车架的反光 OPEX就又有一个业务做机模 OPEX 而且修饰化现在 厂家实力是可以的 你以OPEX角度来讲 现在它算启动的话 它可以不算启动 它家做机模有个啥实力 但是你想 现在它可以不算启动了 是啊 对吧 但是交互这些地形 它没有交互 但你想 这次它居然 把弹动器都做出来了 这已经很高级了 什么时候打WFSS 来请问一下 这飞机不错 不错 做的是不错 这诗屋 你已经吊打好多东西了 WiXC WiXC 可以玩一玩 这玩 对 一会回来我去萨巴试一下 对 我觉得这种降萨巴 应该问题不大 看他们转过来 绝对能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军机 你把它当自行车骑就可以了 轻松秒杀 但我是左都踩到头了 对 当自行车骑就可以 原地掉头 评价是操控性 不如赛斯纳 1272 它比赛斯纳要稳 它的零件值要比赛斯纳要大 你看当时时速警报响的时候 我大概到50节的时候 时速警报才响 洗了衣服 按225 然后你看我最后下滑落地的时候 非常的稳 那种感觉 是吧 我不闻 我不知道 反正砸的一下挺狠的 哈哈哈哈 声音大 我感觉 起码架高度不好把我 看一下各个软件的统计 这玩意儿也不会给你报无线电高度 刚才我认他的统计是-114 那还行啊 我的另外一个软件的统计是227 这个数字很好的 这个声音高的 搞不动 还以为是最后下中音 下中音一起讲 看你们的下降率是多少 还下中音 你监管安225弹跳吗 还能跳安225 安225他低度性能应该不错 安225是弹不起来的 你要让他弹都弹不起来 他要弹轮子直接断 是的 你要相信牛顿是吧 地下直接一个坑了 轮子直接捅进机舱了 直接钻到地下室去了 直接捅机舱里面去了 落哪哪一个坑 右边是玻璃碎了没有 货舱里面撑 他那是玻璃的缝儿 让你感觉不大怼 但他确实就这么设计 哎不对 我有个事 好像飞行过那种货舱不重要 不重要 对不重要 那没有人 他不说 他设计上就没考虑过人的问题 他不带人的这些政治 政治没养 他当时是拿起送火箭 人家是运地铁的 运火箭的 运航天飞机的 他能把航天飞机做出来 就牛逼了 暴风雪号 暴风雪号 我是 这不错 15美元还还可以 确实还可以 就是我降这儿 我没法没地儿 我算了 我直接停草地上了 新西兰航线 稍等啊 等我们落地 对 我们晚上落地了 然后我看一下它起走架了 它起走架前面有个灯 什么 这地空风好乱啊 这就是墙 这个灯 这个应该是滑行灯 225应该是有那个 乘务 那个乘务 那个 舱是有增压的 中舱是跟客舱是一起 跟驾舱一起的 就是有增压了 对 有增压 也就是货舱没增压 货舱是在下沉 怎么可能不增压 飞行员飞到一半直接混迷是吧 没有 有小 混迷没事 有小风扇 好 OK OK 小风扇还挺有趣的 那小风扇挺可爱的 小风扇 你们谁想的话可以研究这个 超传统的导航是怎么操作的 无线电脑号码 你看那个 这个是飞逼O2用的 你看下面那个 应答机那个这个播片这么播的 他有塔康看到吧 右边那个TAC 对 通讯你真的得找一个专人 这种飞机 这种飞机主要还是飞塔康的 但是这个飞机设计上是驾驶舱里只有俩人 没有第三个人 对啊军机主要是用来飞塔康的 对但是我说我刚才谁说是有第三人 就感觉没有 这是居住俩人管这个 没有就两轮车 对 往后门打开 这飞机后期肯定会出一个红十字会的涂装 飞机上一个大大的红十字 好大多城市啊 这什么地方 这里是哪里 我看一下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难怪 这是古墙 我看我看一下我晚上的灯光 老伯鹿 老伯鹿 我以为这看着帅啊 应该能录视到机场吧 哦 它那个下半边是有一个超空可以控制它开多少度 现在是到15度 它要往下斩了 有个超空可以控制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